28. 聯合早報 陳陸市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公開演講 留和探討世界眼中的華人地位 2015年7月14日閱讀《世紀三皇堅》《文想不想知道,世界眼裡的華人地位是怎樣的》 陳陸市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公開演講系列之世界眼裡的華人地位 從地理大發現到世界博覽會,將於8月2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在大巴爾報業中心禮堂舉行 主講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中新人民港籍教授 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所掌劉和教授 否則地緣政治和歷史根源劉和教授將在演講中唱談 我們今天的世界秩序從哪裏內?華人在其中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 為什麼文明的近代行以及其對於進步的訴求 將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滲透在華語社會的意識和人們的日常言行之中? 這個幽靈在訴說什麼,表達怎樣的焦慮和願望? 劉和教授將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探討世界眼中的華人地位 並深入否析其中的地緣政治和歷史根源 劉和教授也是美國古今漢大獎得主,是當代重要的理論家之一 現代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學者,及全球史與近代思想史研究專家 他出版多部著作與文章,其英文著作包括佛士人偶,The Faroo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0,《帝國的華語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跨語帝實傳》,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5,《篇著有駙馬的交換》,Turgans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杜克大學出版社,1999,《中國女權理論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合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3,《也是華文作家劉和教授》 《也是華文作家,他的最新文學創作六個字母的解法》,The Nesbit Code先後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和中國大陸的中信》出版社,2014出版 此外,劉教授與中國大陸學家交流頻繁,在北京清華大學創辦了清華哥倫比亞大學跨語製文化研究中心 並寫作和出版了若干中文著作,陳陸市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公開演講系列 《世界眼淚的華人地位》由聯合組部、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及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聯合主辦 港座主席為南洋理工大學陳嘉庚港籍教授及人民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劉宏教授 入場免費,備有茶點招待,報名熱線,6319-1585 陳陸市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公開演講系列《世界眼淚的華人地位》 從地理大發現到《世界博覽會日期》 8月2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地點 報業中心禮堂一簽取《APEONWITH》